材材 功夫對我來說是一個skill set 我爸爸在美國開武館的 教賽女佛 那詠春我就跟蹤了一個很有名的師父 叫做王舜良 其實我最怕的是什麼呢 每派別的功夫或者每派別的武術 當我們是一個religion 一個宗教 就很難去跳開這件事 去學地的武術 殺手 金、木、水、火、銅 五韻龍Philip在美國長大 回流香港之後 現色動作指導和演員 拍 真打和拍打是兩件事 真打是你不能讓對方知道你的節奏 他抓到你的節奏 他可以隔你和打你 不過拍戲的差別是 兩人都要知道對方的節奏 好處在傷害對方 不過是一個跳舞的方式 怎樣做一個武術指導呢 你要懂武術 如果我是量紅拳的 剛才也要量到一招 因為你真的明白了解這種運動和動作 你就可以選擇最漂亮的位置給觀眾看 可以發揮到那種功夫的精神 接下來會跟著很多不同的師傅 紅拳師傅 去了解紅拳是甚麼 了解這件事 希望將來有機會拍到紅拳的電影 至少我知道這件事 未必是做一個高手 不過我至少拍出來 希望會有些說服力 紅拳乃領南五家之手 風格硬橋硬馬 暴穩細裂 尋堅聚爪 忌激以僑手為主 力顯於外 而氣沉於內 著名的套路友 名為紅拳三寶的公智伏虎拳 虎鶴雙形拳和鐵線拳 要認識紅拳這一門領南拳術 Philip去請教香港中國國術農師總會的主席 江沛偉師傅 江師傅施誠陳漢忠 教授紅拳三十幾年 寄激訓練經驗豐富 紅拳的特色是四平八穩 最重要是有四平大馬 指五馬 是很工整的馬步 我所知就是 五平雜馬 大約是細一點 細一點 沒錯 腰不要折 提肛 放鬆一點 這樣 四平馬 通常一轉馬就是指五馬 一轉轉公步 轉公步 我可以轉這邊 沒錯 沒錯 紅拳馬是內扣的 內扣 內扣是保護要害總腰部份 看著目標 在這位置 用腰馬去 收回來 腰出腰收去 再快點 不夠快 鬆點 在這裡 腰馬合一 控制拳打出來 一拳 出拳的時候要長的 中的 再來 短的 也可以 是可以的 不是說 是保留了 困在鼻子上 是放出來的 所以沒有分別的 我看到你的力 發聲其實是 憑你的腰出 還是馬 腰馬合一 其實是腰馬合一 加上內外 內外雙收 別一拳 由這位置打 是無意識打出來 一拳打出來 是沒有準備的 可以隨時 這位置打出來 什麼位置都可以 什麼位置都可以 這位才叫郭索 明白 不是 這套拳是虎學雙拳 這個是開頭 兩個拳頭 放在腰上 放在腰上 用右手 吸鼻 放掌 阿福 很多人少看 少看什麼 少看套路 說 forms no use 通常人說這些 就是不明白 不了解 例如 江師傅教我 科學雙贏 開始 一個僑手 其實 是在練什麼 是在練 dynamic tension 其實是很辛苦的 我拍攝那部分 其實我真的挺辛苦 為什麼 dynamic tension 是什麼 其實是相反的 muscle 一個拉 一個推的 muscle 兩邊的 muscle 是在鬥 用這個鬥力的原理 是訓練自己的 你是用自己的 身體的 muscle 去練 實 面勁你的 power 不用 weight training equipment MMA 所有 自由搏擊人都要訓練 他們用其他方法來訓練 中學人 那個文化 還有那個 inventiveness 原來可以自己一個人 solo 擺一個姿勢 用dynamic tension 已經可以訓練到橋手 其實功夫其實不是magical 不是一個魔術來的 其實是一個science 例如 江師傅說學咀在下面出的 他跟我示範的時候 我真的見不到那隻手 叫出來 這邊過來的時候 我這邊一盒 這個兜過來 這裡去了 我是擋不到 如果他沒有預 之前告訴我 我沒有可能知道 所以做一個武術家 做一個喜歡功夫人 你要真的去研究 以及去問一些 真是熟悉這件事的人 你才可以領略到 林傳號Oscar的爺爺林祖 是王飛鴻高徒林世榮的樣子 而Oscar的師傅 是他爸爸林振輝 除了熟拳 他熱愛忌擊運動 接下來會參加業餘拳擊比賽 希望通過散打和拳擊 測試功夫的實戰能力 像Sparling的時候 你可以練習到抗打 反應 敏捷 靈活 因為你自己練 跟你同人Sparling 是兩回事 譬如你學到一招這樣的 不代表實戰真的可以這樣用 因為別人不一定在這個位置打你的 譬如 我這一招 如果你打我胸口 我這樣 我這樣推開你 再打你 OK 沒問題 如果有人打我頭那怎麼辦 那就擋高一點 多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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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連續的攻勢就不會太多 但是我會找到一個位置 你一入破綻 我就一拳一個重拳 鍋過來 偷出來的 對 你體力太厲害 很厲害 非常好 很幸運 很健身 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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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用重拳彈之外 原來Grab也是很有用的 剛才我被Philip抓住的時候 我真的跌到地下 我想地下線而已 他謙虛而已 不是 Philip真的好厲害 他真的很好 就是一膽二力三功夫 什麼聊完都會假的 和Bunny 年輕一點的師傅 練習一下 動兩下 都要精神 I'm ready for the rest of the show 2 2 3 4 其實我們林系雄拳裡 都有一些北派套路 是我爺爺在外面吸收回來 其中一套就是北派的螳螂奔布 螳螂來說 他激打的招數是比較少的 但是 這些全部是溝彈腳來的 全部都是率人 其實我最初學這個套路的時候 我是用不到這一招的 但自從我在這裡接觸散打之後 我發現原來是同一個道理 和我剛才那個是完全一樣的 他捉住我的腳 然後 好像有勾一樣 把我的腳勾上來 但我的手 是拉著我的腳 整個旋轉地船我下來 紅拳 是實戰能力很強的拳種 當年 林世榮和幾名徒弟 在樂善戲院擊退幾十人的故事 可以說是傳重一時 其實 三個人怎麼打低三十個人 我聽到很好奇 我都很好奇 我都很好奇 我都很惡言 當年我都問我爸爸 我爸爸說 哪有可能做很多 其實是否錯 但當年我爸爸就解釋到他 當年林世榮 他可能很有街頭搏鬥經驗 他拍到場角 把自己逼近 他拍到場角 他拍到場角的時候 敵人一定是前面來的 還有二三十個人 不可能一次過飆過來 一定是兩三個面子來的 他搞定後面陸續來的時候 他都是逐個逐個打 那麼 他最喜歡用的兩個招式 就是水浪拋鎚 打你的腳 抓關節 還有千字砍打你的腳 塞關節 水浪拋鎚其實很簡單 就是人家打你的時候 你拿著 有一點點技巧 就是 這個水浪拋鎚拋上的時候 在打之前 一定要先把你的關節扭一扭 因為如果這樣保持這個姿勢 打下去 你會很強的 還有一些彎手 你可以保護自己 但是如果向上扭的時候 你已經覺得很危險了 如果打上去一定會斷 斷 正積極備戰的Oscar 為了進一步測試 紅拳的搏擊能力 再次約戰Philip 這兩位武術愛好者 難得找到實踐功夫的對手 今天Oscar 就在約戰Philip 作比試練習 好 我覺得這個武術 你不看得起 有一點點壓力的比試 那個情況 你不知道那些招式怎麼用 原來… 可能這一下對我一點 或者這個… 對…其實… 你說得對 其實Spriling Spriling其實是練習 不應該擊倒對方 對… 彭智銘 紅拳國術會會長 習紅拳超過40年 一直研究香港武術文化 正籌備寫一本紅拳史 紅拳的背景好像很神秘 Philip希望了解更多 於是專誠來請教 你好… 你好… 謝謝… 我們學紅拳那班人 每個人都覺得紅拳 是紅器官所創 因為姓紅 所以就叫做紅拳 原來有一班學者 他們在研究中 紅拳的來源 跟那時反清復明一個組織 天地會有關的 天地會的人 稱自己天地會的兄弟 就叫做紅門兄弟 而他們所學的權術 就叫做紅拳 另外呢 我們有一種說法 就是說 紅拳就是至善禪師 教給紅器官的 不理他 是一些坊間 民間的傳奇 或者一些歷史 我相信我們紅拳 就一定 跟少林志有關 在八十年代中期 福建蒲田這裡 只是一片坊地 在發現了紅花亭 和火燒少林的位子之後 新的南少林寺 就重新興建起來 當年警察部的可sir 和國術組的同事 聯同反黑組的專家 就來過考察 調查紅花亭 和紅拳的故事 對呀 其實紅花亭是甚麼來的呢 紅花亭就是 明末清初的時候 有一群反清復明的義士 他們在這裡聚集 他們在這裡聚集了之後 就進行了一些秘密的活動 去對付清朝的 你很奇怪 這個廚裡有兩個對戀 一個是講劍 一個是講奇 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一般的寺廟 或者是寺廟門外的對戀 是用一些很長和的字眼 是不會用刀、刀、劍、劍等 做一個對戀 可以證實到 當時依道聚集的義士 是用這些刀、劍等 去斬實清朝的官兵 還有反清的活動 這裏也是一個拜神的地方 是呀 你說拜神的地方 但我又看到裡面 有個牌匾寫著寶文建 為甚麼文字 那一棟又穿了頂呢 因為那時候反清復明 就是人民要反清政府 人民出頭 另外 在福建畫裡面 文字是明字的意思 名就是明朝的意思 兩個字是通的 是通的 所以就是寶文殿 換句話說就是寶明殿 其實洪器官本人 他也是反清復明的一個革命分子 我們現在不論是江少那種說法 但我們相信一樣東西 洪拳必然是來自少林寺的武術 南方有一句言語 有祠堂處 必有無詩 詩藝文化 融合了藝術和武學 從中也可以見識到真功夫 劉家勇師傅的外公 是林世榮的徒弟 劉站 他自小雜武 後來加入劉家班 參與過多套有關洪拳的電影製作 我們洪拳有一個橋手 不是說拿出來就可以了 要夠定的 為什麼一定要玩這個橋手 因為洪拳也不玩 很多人都不想玩這些橋手 但是橋手這件事就是 由你的橋手的力度 不知怎樣得來 是一個學生 但是這個橋手是令到你 橋要定 一定要鎖住 鎖住 鎖住 鎖住它 扣死它 這樣才有用 這叫 是吧 你慢慢練出來就很漂亮 你扣不到 是用身形的 這就是割手 我一擔你的割手 這些位置已經來了 洪拳用運橋 就是最好用的 嗯 對嗎 現在你扣得到嗎 那感覺是什麼呢 是它的手是鎖住我的手 它是黏住的 就是黏住的 就是它是黏住的 我去哪裡呢 劉師傅呢 就跟著 如果我一有虛位呢 我就感覺到 壓住它 壓住我 好 好了 玩完之後玩雙手 我教你這樣 左右這樣玩 一可以玩到橋也漂亮 還有馬步夠準 嗯 好 玩完之後可以兩手穿開 一 二 三 對 沒錯 這樣叫穿橋 其實這個雲橋 其實對洪拳是很好的 我覺得是一個好的 exercise 你可以用回套路裡面的招式 那些 technique 在這個 exercise 裡面 under pressure 因為我又想攻擊到對方 在這個 exercise 上 對方又想攻擊到我 大家可以練到 洪拳裡面的實用的 concept 和招式 洪拳在六七十年代 曾經大行其道 亦衍生了很多天台武館 但是現在學功夫的人少了 天台武館也都所剩無幾 我們今天最後一天 穿這個 我們現在要送神酒 和拜師公 多謝他們教我們 多謝好嗎 來 預備 預備 一 兩個公 宋別武館 師兄弟撒一道鐵 響一響鑼鼓 對仙師以表謝義和尊重 一二三 排隊 一二三 KAO ief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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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裏就會有個關帝像 放進中間這個就是我的師公 叫鄧方 然後這個就是我師傅 這個師傅叫周永德 就是教我們功夫的 天台武館就是這樣 當然我是一個武館長大 不過是一個傳統天台武館 我真的是第一次來 這個味道真的很厲害 香港在六十年代 那些人學武 就全部上到天台武館 現在這個天台武館 可以說差不多是香港最後一個 那沒有的了 因為我們租金很貴 大家都養不起一間武館 現在香港可能練武 都要去了工廠大廈裡面 不會再有這些環境 還有為什麼會有天台武館呢 主要那時候的師傅 他們會在下面住 就上面教 然後他們就不收我的錢 他們就在那裏教我們 現在可能就是學徒式 那時候不是學徒式的 那時候是父子關係多些的 那時候真的是自己的爸爸 爸爸這樣 甚至師母會煮飯給我們吃 或者是一家人 所以我就說我們一班師兄弟 沒有血緣的一班兄弟 有人說一日師父 一世的師父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的傳統 這個就是我們要有的武德 不同的現在那些人仔學功夫 可能是一個教練 沒有那種就是給錢你你教我 以前那個世代不是要錢的 他希望我們認識他的人 他將他的武術傳出去 天台武館是我們這班學武的人 是一個家 一個家 一個家 你是找不到的 我從小時候就已經去到學功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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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天台武館的消逝 Philip會去到巴塞龍南 見證周永德師父的徒弟 如何將紅團發揚光大 Philip將會去到西班牙和德國 看看紅團的發展 也會和當地人作交流比試 江沛偉師父今天就幫他做出發前的準備 駁擊最重要就是大家的距離 例如距離位 還有就是最重要的反應 例如你動手 動手就要打 就利用所有的 就是你的身體部份 都可以去做 最重要就是這樣 例如在紅團裡都有很多種 例如我們的哨拳 你們清哨拳 或者懂擺拳 我們也有 例如在這裡高處攔過去 這位置 不是這位置 這位置 這位置也可以 這位置也可以 這位置可以用到 甚至譬如一拳 這位置可以 翻手我們也可以 譬如我們通天拳 這位置叫通天拳 我們是紅團 通天拳 可以叫通天拳 通天拳 也可以應用 當然 隔鬥時 看整個程序 人家的反應 對方的姿勢 你又跟著一個變化去做 比如出拳的時候 砰 出拳的時候 砰 砰 我永遠不會虧張 不會虧給別人 我打兩拳出來 一拳砰 一拳就到了 比如你變化 這些 都是一拳砰 去做 你爭他就可以 如果一按身 你便把他的膝蓋放進去 如果他太近 的時候可以打 可以踢過去 是不是 就一拳打過來 這裏打過來 這裏打過來 這裏踩為腳 是踩為腳 這樣 如果真的有強的對手 或者弱的對手 你最重要是 一個人的pawning 十字位 比如這些位 這些位 這些位 對不對 你當然 國術 不主張你去 一下就殺了人 這樣就坐牢 當然 你攻擊這些 他不會死亡 這些位 打到這個位 他暈倒你 他知道控制 其實彼此 你什麼都用到 你之後 控制到他 和大家可以 一個友誼交流 或者是 你始終要保護自己 當然 可以 阿菲尼 如果你的腳 這樣踢 觀感上 是板板聲 但因為踢 你踢的時候 身體縮後 你的能量 就爆不出來 其實你的力 可以再大一點 你不要發覺 你看 你不要發覺 你這個位 這個位 縮起來 你踢的時候 借著我的腳的力 踢出去 你還沒發到 一個離心力 那個腳 打出去 而這個位 不是這樣摺著 低腳 不要這樣摺 這樣去 你的能量 大很多 其實我扮腿 我知道 我經常是壞習慣 其實有點浪費力 今天 江師傅也看到 幫我 一些壞習慣 很難 這麼快的時間 去改變 幫我留意這件事 會去做 前撐腿 我想我祝我會快一點 因為這個是一個 很基本的泳春的消息 我經常都要練 過去 我想看看 功夫 如何傳到西北文 功夫有很多不同的方面 不只是動作 我想看看 中國人的想法 武德 哲學 那些東西 都可以帶來西班牙 還有 也有興奮 可以和人切磋一下 西班牙的第一站 就是找周永德的徒弟 黃炳培師傅 黃師傅 你好 你好 黃炳培師傅 七三年 開始在巴塞隆拿 一邊從事餐館工作 一邊教授紅拳 黃師傅 其實你是否因為懷念 那時的天台 沒有館 所以你找這個地方 我看適合這個天台 可以練功 教學生 你自己做嗎 這是我自己做的 專門做給徒弟練一下 黃炳培師傅 黃炳培師傅 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國度之下 去教中國功夫 他經歷過不少的文化衝擊 我們的拳套 全部都有他的口訣 好像說 魚翁殺亡 我們中國人一聽 就知道怎樣殺亡 他們就不明白了 要很多的動作示範 教他們是特別辛苦的 一面工作 一面工如教功夫 雖然辛苦 黃師傅也都繼承 先師推廣國術的使命 從來不收學費 因為我們師傅教我 那時都沒有收錢 慢慢都 不要說什麼 只是 好像工人一樣 就煮粥 那裡都值錢 最主要是我們肯學 學過之後 最重要是和他發揚光大 黃師傅的徒弟 在巴塞隆拿 已經開設了自己的武本 Philip很開心 可以親身體驗一下 外國人教洪拳的方法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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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有所有部位 其實他們都有站立 他們也做רי 像西方人去練 舉重 一練一練 就轉了另一練 然後轉到另一練 傳統的舞館 憑我的所知 就是師兄弟 回到舞館 沒有一個圖構造的class 可能有個徒弟 會跟一位師兄練 這裏每個部位都會轉動 這裏三分鐘 那裏三分鐘 可能中間有三分鐘去練習 去試練西洋拳那種系統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基本上他們想一天或一小時的時間 練習很多不同的招式 加上一種體力的練法 還有技術 外國這位師傅都會各位倒閉 OK OK 只有這裏 這是練習速度和準度 這裏師傅正在練習 虎爪 簽紙 西洋娜這間武館已經有十年歷史 他在三十多年前遇上黃炳培師傅 當時的震撼他仍然記憶猶身 我是喜歡李小龍 所以喜歡中國功夫 見到師傅年輕的時候 他打功夫的速度 感覺是比李小龍更加快 所以很想跟他學 Gelonna在這裏教拳的方法 和黃師傅的傳統方法很不同 除了加強體能訓練之外 亦都有對打和排打的鍛鍊 排打呢 排打是什麼呢 是捱打 其實不單是中國功夫都有的 西洋拳都會拿個Medicine ball 打自己的頭 為什麼呢 因為你搏擊的時候 你沒理由不會中拳 所以練捱打 也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練習方式 他們是會用一些紅拳的招式去Sparring 即是用他們自己的類型的招式去搏擊 這個拳術都有一個Sparring的方式 他們Sparring很明顯沒有戴手套 所以控制也是很重要的 他們的身體有接觸 頭部的位置有一點流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在練習中 不是真正去搏擊 師傅希望我們學到的東西 發揚光大 不管是西方人或是中國人 總之肯學得到 經過幾十年的推廣 紅拳的圖子圖孫 不僅僅在巴塞龍南 也已經遍佈西班牙不同的城市 黃師傅可以說桃李滿滿 但是他自己的兒子 就一直對功夫沒有興趣 直到近年才有所改變 他當時小時候 我以為打功夫是很辛苦的 所以不肯學 後來見到我們在香港 在功夫國 還有那些鬼仔 都有在表演 還有去廣州比賽 看到那些鬼仔都可以獲獎 那他回來就在那裡 叫我教他 是我自己 主動叫我爸爸教我 要求他幾次才肯教 我要教他 他就沒有心機學 要他求我教 表示他有心機學 那我才肯教他 上去 不要上去 今天見到黃師傅教他的兒子 其實我真的 真的很開心 還有我見到他們 其實教拳的時間 其實他們兩個班是隔離的 看到這裡的學生跟了黃師傅 三十幾年 有時候人們結婚都不會這麼久 其實很熱情 很愛這件事 當然也很愛自己的師傅 原來我也明白 因為我自己都是移民過去美國 我爸爸也是 去到一個 不是自己的地方 有一班學生 或者一班朋友 去跟自己分享 不開心 不要不開心 其實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一間武館 是一個家庭呢 其實因為 人是要 別的人 要有一個relationship 現在不是一個人很孤單 是透過功夫 去成立這些關係 在周師傅那間武館 來到西班牙 都可以見到這些 我覺得 對功夫 對中國的文化 很有希望 去到德國 Philip 將會和紅旗的師兄弟交流彼士 引證他們的功夫實力 Philip來到德國 為了準備 接下來的比試 積極催谷自己的狀態 劉家勇師傅 在香港一直都沒有收徒弟 但是近幾年 他都會來德國教犬 全因為外國人 對國術的熱情和尊重 劉先生傅 你覺得 教外國學生 和教香港的學生 有什麼分別 外國分別 都挺大壓的 因為現在 你知道了 香港學生 不是那麼多學功夫 現在來到德國 你看到 他們雖然說 有些年紀 不是年輕人 但是他們很用心 用力 不記得也好 都要打打到順位子 四 五 五 四 四 五 那 五 五 五 六 他們有尊重和思維是很清晰的 我們是練功夫的 我們不是來玩功夫 什麼叫玩不是來玩 不是 happy 是很真的練功夫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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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來,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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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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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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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在香港做事 為何會在外國做事 反而 因為 你知你香港人 奔波 有一天有一天才能做 沒有說 上武館學習 什麼都沒有 沒有歷史上的事 他們就不會去做 外國人永遠都知道 我們中國人的功夫 是想想的 所以我說現在的人 通常都會 很有機會 失傳到這邊 這邊學 香港失傳到這邊 這邊學 就是外國人師公多 中國人師公多 現在這裡的學生 就相對幸福得多 可以邀請名師來到指導 Michael師傅 以前希望拜師戚冠軍門下 就困難得多 當我找到他 我想去見他 然後 說了 我問他 是我的臭小子 成為他的學生 他說 他不想教 他不喜歡教 所以 我去英國 不愉快 回家 然後 回家 我回家 差不多 兩年 最後一站 來到卡爾斯魯伊 去一間相當有規模的 紅拳學校 這裡的師傅 加斯基 自小就喜歡拳擊運動 後來愛上中國功夫 他的紅拳 師承林世榮圖孫 林鎮暉 回想起每一次見到師公 林祖的時候 都會帶給他 紅拳的震撼 一天 我會示範 他可能是 85 或86 年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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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起床我起床,他说,我有一点想,我会尝试,我会尝试,我会尝试。 那是很困难的。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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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很冷静。 每天都移动,移动,移动 所以我一早起床我起床。 他在右边睡着。 他起床我起床。 他起床我起床。 起床我起床。 卡尔斯鲁尔虽然是一个小城镇,人口只有几十万。 加斯奇的洪拳学校就大约有250个学生。 国术对他们来讲是功夫技巧,亦都是一种锻炼运动。 很多学生,如果有教育工夫,这是一件事。 你知? 这不是真实的生活。 每天都工作很努力。 所以他们去学校和玩得多好。 他们也来到这里去训练, 但是... 可能是要忘记自己的生活。 是,拳拳,是,上呼召 是,3 其實我這次來,我想跟他們練習 練習,學習他們外國人對控拳的心得 還有那種技巧,怎樣用 最好的方式就是跟他們那班一起練 去旁邊,去旁邊,去旁邊 去旁邊,去旁邊 去旁邊,去旁邊 去旁邊 我覺得這間館反而真的很傳統 真的像一間,我那時練習那種功夫 所以我會比較快一點 而且大家都很友善 你見到這位朋友一會跟我旁邊 其實一來到就聊天,很客氣,很開心 一點都沒有那種,我要贏,我要第一 那種感覺 令到我很舒服 令到真的旁邊都不會很緊張 或者要保護自己 就是一個完全好的學習經驗 第一,跑 好嗎?快點 好,開始 開始 好,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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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擅長摔達的大師兄 跟Philip過招 好,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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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的師兄有不同的樂趣 為甚麼呢? 他們很想摔摔 不過我已經練了少少柔術 所以落地的時候,我都很舒服 不過他很緊張 打勁他也不動 不過,很驚豔 這次見了很多師傅和很多不同的武館 我們最初的目標是看洪拳在國內 去香港,怎樣去看這個國家的光大 我最大的啟發是 功夫不是只是一個combat的系統 是一個total package 就是連同師傅和徒弟的關係 或者所有人和人的關係 好像老公和老婆 老爸和兒子的關係 其實功夫是一個太美麗的東西 而且武術基本上是一個很美麗的東西 如果大家不停地去bigger 這個又是甚麼又是甚麼 其實是很浪費的 我這次透過的經驗 我去放下自己的pride 自己的ego 去每個人間館 去參觀他們最厲害的東西 他們給我的東西 我真的學到東西 說真的 你真的看好了 把詞給人說 把詞給人說 給人說 我記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